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恐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次世界时事都是第一则新闻 来自英国的智库 这个智库发表了一篇报告 这个智库是英国智库的皇家三军研究所 原来他们 亦都是说 俄罗斯 有种东西 都是一个 最恐怖的秘密军备 如果俄罗斯和西方冲突 这个最秘密的恐怖军备 或者最恐怖的秘密军备 可能 是会充当一个重要角色 原来 他们 就有个地方 在一个秘密单位叫做深海 研究总局 深海研究总局 原来 就是会用 他们的 潜水器 会破坏 海上基建 亦都会监视 海底电纜 能源管道等等关键的 水底基础设施 这个 英国智库 最近 这个智库其实是 隶属于 国防部 但是 是独立于海军之外 都是他自己官家的 亦都是找 专家去 做了一个报告 这位专家就叫做 扰沙尔 他就说 这个 深海研究局 是相当 神秘 他的工作人员 都是来自 第29 独立潜艇司 在这份报告当中 虽然深海研究局的 评估和轮选 流程难以得知 太过神秘了 但他似乎 是一个 难以加入的 精英组织 苏联时代的 候选人必须是军官的 并且起码有 五年的 潜艇服役经验才进入 另外他们 还要通过一个 叫做以苏联太空人 训练为基础的 一个课程 不是个个人撑得住 因为巨大的体力要求 你想想太空人已经很辛苦了 他们 比太空人还要严格一点 从 深海研究局专业 和技术性工作的 本质来看 很多成员是官员 19年 7月总局的 10831 马球号 核动力 深海潜艇 原来 就是有一次消防的 大事件 18人在潜艇里面 14个人离开人世 这些全部是军官 包括其中7位 一级 艦长 当然 专业反映在他们的身水上 其实 他们身水也不错 在俄罗斯来说 当然了 报告就说他们必须 是 经常在深海的领域 而且是极深的领域 19年 局内 不是19年 12年 在局里面 的成员 的身水 已经有60万劳部 现在他们估计 当然不止这个数 可能有 万宋元美金 已经是不错 当然 越专业人士的身水越高 尤其是军方 亦有很多优厚待遇 根据 深海研究总局 的资料看到 原来 他有6艘 专用的核动力深海潜艇 其中3艘是迷你潜艇 由于他们是以 泰金属打造栏身 所以能够潜到 接近 3300英尺 大概106米的深 1006米深 而马球号 据说 这个 是否这么厉害 可以潜到 10000英尺 大概 3050公尺 甚至 这么深的海 都可以进入 所以 他们就担心 这个这么秘密的 军备其实就是这个组织的人 和他整个潜艇的组合 他破坏西方的海底电纜 或者 其他 相关的基建 如果破坏了 其实 很容易是大事 台湾地区也担心是破坏 钢纤电纜 搞到他们没得上网 世界末日 他们就叫 Starlink 不是 那时候 那个Starlink 希望他们搞好结果 你和 马斯克的关系好像 一般 麻烦了 他们可能原来不了马斯克 当然我们开玩笑 你原来不了马斯克 人家差你吗 哈哈哈 他们马斯克说 是呀我有点点亲中 这样说 哈哈哈 当然你说 马斯克是个聪明人 姓福仔 没错 只可以这么说 现在这个局 朴朔维尼和他 拥有的 潜艇有多少呢 或者 还有没有其他军备呢 只是一个大浪 是的 这些潜艇为了破坏 水底的 基建 都会攀带整套工具 整套工具 包括机械臂 还有能够 令潜水员进入 这个海洋的 出入仓 不过 由于这些小型潜艇 的航程有限 所以 深海研究局 拥有两手原本攜带 彈导导弹的核动力潜艇 但是 后来 改装了 在 滥身 下面 就用来 是搭载其他 总局的潜艇 很秘密地将他们 部署在 目标附近 而深海 研究总局旗下还有世界上 最长的 潜艇 这个名字 早前经常听到 别尔哥罗德 别尔哥罗德 早前被人动手 记得 被俄罗斯裏的反普京人士 进入 那些人还说 是什么 入侵了 夺取了俄罗斯土地 现在好像都要回 原来它就是 奥斯卡级的潜艇改装 配备了 落回 80英尺 即是24公尺 的海神 是 核鱼 另外 总局 还有一些 水面舰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 海军侦察舰 杨塌号 它携带的是 可以 在人的 深潜 潜航器 潜航器 这个很厉害 6000米 其实真的行不行 那么多 同时 亦都可以搭载 其他 在人或者无人的 这个叫做 潜水器 就可以 是 繪製水下的管道 和电纜的分布 当然 这个局一扩索迷 它还有什么 没人知道 现在西方就有 这份报告 有没有夸大呢 我不知道 但是 他们肯定都会 说一说出来 令到大家 有个紧张感 如果不是 派气 不行的 不过 英国这份报告 这么紧张 令到英国国防部 那么害怕 但是有个人就不紧张 或者说说很轻松 而且说话好像说得 诶 我不知道他是清醒还是不清醒 哈哈哈 就是 阿租 阿租 阿租他说 俄罗斯已经输了这场战争了 啊 对了 我都下一声 说普京输了这场战争了 为什么 因为 他赢了乌克兰 但是这样不是 打平手吗 所以我们一直都说这个 胜利的定义 大家有不同的说法 是的 是的 阿租说已经赢了 哈哈哈 说已经输了 这个是他的原话 阿租 输了 但是你 俄占的土地 有没有还款给你 你输还是他输呢 是的 普京输了这场战争了 俄罗斯输了 这样说 其实 我觉得 好像 我觉得他清醒的但是 有 会不会是鼓励一下士气 说得这么大 那 他就说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交战 是 不可以 忽视这个都废话 我可知道不能忽视 阿租就跟北约领导人会谈之后 他又去了芬蘭 因为这个 新兄弟来的 北约是客意新机的 开记者会 他就说 这个 不是关于他们是不是能 加入北约的问题 而是 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加入北约 这个是指乌克兰 当然了 而且他们 一定会加入北约的 他就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输了 俄乌战争了 莫斯科当局 是陷入了资源短缺 这句话 可圈可点资源是指什么资源 如果是西方的零部件是 是很困难 但是 有他有 天然气他有 粮食他有 但是相反有些地方 这些就不足够 所以 你说资源短缺 要看什么资源 这就是客观的说法 陷入了经济危机 是经济差了 但是 差了 但是他这年有增长 不是我说IMF说的 没有西方预计的那么多 没有他说得那么大 当然他们说 三年后你就见到成果 那就是三年后的事 我相信三年后都可能是会有些损害 因为他 有些事长期才见到 拜登也提到 他就希望 乌克兰抵御 俄军 的这个反击 会令到 战争结束 顶你 刚才你先说 已经输了 这个普京 现在你又说要谈判 输了还输了 是不是这样 结束还结束 哈哈哈 我输了 但是未结束 还没结束 哈哈哈 好厉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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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做政军 解释到阿周说的那些 很厉害呀 阿周有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这个不要紧 反正我只觉得 你说输了 输了什么呀 输了而已 输了但是未结束战争 真是 好厉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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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英说 现在我们 是缺电而已 不是大停电 是缺电 这个是经典 语言解释好厉害呀 有机会 有得和周辉 小英 没错 好 这个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来自 千呼万门 此出来 是什么呢 就是欧盟第一大国 德国 对华 的这个 战略 终于出来了 德国政府推出了最新的对华战略 其实呢 亦都是 有合作 但是要减少依赖 其实这个都是废话 跟G7之前说的一样 是的 他们有样东西 令到台湾很开心的 就是 台海很重要 多开心 你没看完整句 是呀 不过这么说 他们还说 这个 德国之前我们参加国际组织 其实这个 G7也有说过 不过有一句他们不敢说 是的 德国提到 一中政策 仍然是德国政府的行动基础 但是 德国和台湾很多领域会保持紧密良好关系并且希望扩大 在欧盟一中政策的框架下支持台湾 参与相关的国际组织 听到没有 一中政策 一中政策 他们也说 台湾海峡现状的改变只能 在和平和双方一致应可下发生 说真的 现在是有改变过吗 你们经常说现状改变我真的没觉得 不过他们也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经常提醒你才不改变 不然你肯定动武 军事激化影响德国和欧洲的利益 当然 他们都是要提合作的 因为很多领域不得不合作 其实原则就是中国是伙伴亦是竞争者 亦都是体制对手 不是一样基调 跟欧盟说的一样 其实近年没什么新意 他们自己的报导都说没什么新意 中方的反应都是 很平淡的 因为 都知道你说这些东西 当然是由贝尔伯克来宣布 因为他对华英派 对华英派为什么不讲大一点 他又没有 中国发生了变化 所以德国的对华政策 也要变化 对德国来说 中国是伙伴 竞争者和体制对手 但近年来体制对手方面 日益 突显 他之前 没有说 他之前说 他觉得体制对手 是压过 合作 这次他换了词句 他说 日益突显 他不敢说压过 这个也算是 有少少是轻了 这方面 亦说 目前 中国 对内更为压制 对外更加有 进攻性 索尔茨 亦在推特上说 中国战 给我们 关系一个新的框架 他说目标不是脱钩 也是这句废话 不过也是等打念老少 但是 老少 老少有深算过脱钩有多少成本 他有没有说去风险化有多少成本 深算而已 一会计算到 但是 德国就希望在贸易 关系当中避免 未来在关键领域 依赖 性 通过这个战略 德国 对发生 更具 进攻性表现的中国作出反应 他都说 德国是需要中国的 但是中国亦都需要德国 即是你中有我中有你 我们说的 那些东西 不是竞济方面 德国政府 再重新一次 不寻求和中国脱钩 希望继续保持 和中国经贸的联系 但是关键领域 要减少 依赖 以降低风险 即是去风险化 文件亦都说 这个大流行 当中亦都显示德国 在医学技术和药品方面 全面依赖中国 另外在稀土亦都存在着 依赖这件事 我觉得你搞不定 因为你们的 环保法规太过厌 在过去 中国曾经 和其他国家关系 当中 是相当好 但现在变了 台湾海峡 的状况 亦都突显了供应链的脆弱性 特别在半导体领域 很简单 台积电都会在德国起创 贝尔伯克亦都说 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企业 未来 需要更大程度承担资金上的风险 他们亦都说中欧投资协定 就说 2020年欧洲理事会 欧盟理事会 谈判 达成的中欧投资协议 因为各种原因 目前是没办法 给予批准的 后续的 没什么说 当然了 他们亦都说 人权 言论自由 新疆 西藏 香港 说什么 就是这样 当然民众 亦都提及 中国在德国私家的影响力 说到什么海外警察 其实都是老生常谈 亦都说 国家以及 欧盟层面上 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另外 德国政府也都继续 密切 观察通过 党组织结构 对德国的部分 中国海外群体进行监控 和政治操控 当然 亦都说过什么网络间谍 这些几个东西 是 惹你 和猪蛇分分一模一样 不过 亦再次强调 在科学 领域 同样不寻求和中国脱钩 亦都说 科学空间的分裂 不符合德国的利益 当然他们亦都说到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称俄罗斯 是违反了联合国宪 将中国对此 应该表明立场 那你即是不用和谭 是吧 即是不用和谈 其实应该是不表明立场 才可以和谈 你自己慢慢想 中方的回应 其实是很简单的 因为 没有什么 太大的回应 其实 这个外交报法人 汪文斌 亦都说 德国公布的首个 叫做中国战略 问他怎么看 两个关系 有什么影响 汪文斌先生 亦都说 中方注意到 德方发布的有关文件 他就认为 以去风险化 降依赖之名 行 竞争 和保护主义之实 将 正常的合作 泛化为 应该合作 泛 安全化 泛政治化 就是经常说的国家安全 只会适得其反 人为制造风险 以 价值观 咦这么似 不知道怎么会说 早事哥说的 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是 挖红线 是 鼓噪所谓的制度利益 价值观竞争 更加是逆时代 潮流移动 只会加剧世界分裂 这个我绝对同意 因为你经常说 你将自己的价值 套在人家里 所以为什么阿非拉美 失去了这么多阵地 越走越远 他也说事实上 中德的共识 是远多于分歧 合作是远大国竞争 而 双方是伙伴不是对手 在当前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下 希望德方 全面 是客观地看待中国发展 制定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和 中方攜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为世界和和平发展 贡献更多稳定性和正能 基本上 回应就是这样 我觉得没什么是波兰 我觉得就是 这个就是 第二则新闻 再则新闻 来自Hollywood Hollywood 我们写少了 不单止是 导演 还有是编剧 还有演员也是 部份 部份 大牌那些 当然不用罢工 有很多东西 原来 美国 Hollywood 演员工会 和各大 公司 以及 影视 串流平台 对于 待遇问题的谈判破裂 对不起 刚刚 就加入了 编剧工会的 罢工行列 这个是 荷里活 自从 1980年代以来首次 有 演员 亦是63年来 荷里活首次 两个工会联合的 大罢工 预计大部份的电影和电视制作 陷入停顿 第75届 艾琳美颁奖电力 都会受到影响 想不到原来演员有十几万名 那么多 不出奇 因为有些 我们认识的可能就是 一百几十个 对 只是一百几十个 原来演员工会有十六万名 会员 根据工会的规定 罢工期间 各大演员 不能够为电影或者电视出席 宣传活动或者受访 部分人 昨日 到洛杉矶的电影公司 和串流平台公司总部外系 抗议 包括 迪迪尼 Netflix 还有 华立兄弟 暂时来说就看不到有什么 因为他之前 谈判破裂 这些公司貌似都没什么理 演员就说 影音串流 这么普遍的时候 演员 和其他从业者工资 被压得很低 加上 人工 这个AI其实真的有点影响 AI做出来的演员 这么美好完美 没什么生命力 这个真的 其实就是 是普及 电脑可生成演员的样貌和声线 但是差得远的 危及到演员的饭门 工会主席 批评业内高层好贪婪 忘记了令到行业 营运最重要的人就是我们 这次罢工亦是 令到即将举行的艾林美长蒙上阴影的 工业行动期间 演员工会成员 不能够 是出席围绕 班长典礼举行的采访 或者宣传 演员也不能够出席班长典礼 罢工 亦禁止演员参与任何制作 包括视镜排列 实际拍摄都不行 滴滴滴力行政总裁 他 艾格尔 他就说 这次罢工 将会对整个行业 产生非常破坏性的影响 但是 当然 加一些待遇 肯定不肯 破裂了 希望之后可以谈好 因为你这样停一停 停一停 可能有些新戏不能上画 会推迟上映 上映 有些戏真的受影响 当然 压不起掌也受到影响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